比方說那個眼鏡 有一次我就跟我的13歲的女兒在討論說 以後有這個眼鏡裝置這樣子 然後那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所有的上課老師 一定都不會允許學生戴眼鏡 因為他流眼都不知道老師 這個國中生嘛 就是現在第幾業 大家一起唸一次 然後每個人都 其實眼鏡都在這邊serve這樣子 所以老師 所以這個人因有包含社會因嗎 也是吧 所以在文化面、社會面 大家怎麼去讓科技跟我們原本的社會的文化習性 也能配合這樣蠻好的 所以以後網路會成立一個檔 叫做抗議不符合人體使用 這個使用者不友善的科技檔之類的 好 然後去入獲捷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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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發展機器 發展機器 發展機器是抗議者就會加入我們 是 發展機器 我介紹一下 各位老師 各位大家好 我是新竹人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今天從外地來的朋友 謝謝大家 我們是服務心智障礙者 就是心智障礙的朋友 我剛才非常同意兩位老師的說法 就是其實我覺得設計的概念是要用通用設計的概念 可能還是會有各個不同族品的需要 像剛才老師有指的那個擴設計 他其實是為了視照朋友 那其實老年人還是可以用到的 那很多的設計 我們常常就是說要針對某些人的設計 可是我還是覺得有些很多的東西就是你把它弄得非常方便 你把它弄得非常使用方便 其實不管什麼樣的人都是可以用到的 那我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其實在很多年前大概六年前左右 因為我們在新竹地區公園院跟我們非常的友善 那我們就有一次就發想說 我們是不是跟公園院合作 我們把我們實際交易者需要的 我們就在內部跟公園院一起發想 就是我們需要什麼什麼什麼 提了非常多的方案 可是都後來無疾而終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太單一了 他會覺得發展出來也沒有多少人會使用 所以那個案子就後來就沒有 可是我後來自己又再把那個東西翻出來 我們其實提了十幾二十項的需求 針對我們信心家來做 所以我剛才就跟這個老師提的就是 真的是在需求面我們有很多的需求 可是在科技面有很多的專業專家 可是好像就那個交集或是這種見面 誰去把這個串聯起來 誰去把這個需求和這個科技 可以讓他們更運用在生活面上面 好像就缺了這麼一點點 然後公園院不是一個引力待位 可是他們在融資的考量上面 這些還是沒有辦法 可以的 然後我發現 可是在最近主具的運用上面 像我們的身心障礙者 雖然是智能障礙的朋友 他們非常喜歡手機 我給我現在發生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就是我去澳洲 然後我女兒幫我擺了一台智慧型手機 然後跟老師一樣 想的時候我們就拼命按按按按按 然後按到這個我們在公園上 按到旁邊的一個年輕人受不了 就說請這樣滑 不是要按 這樣男人很緊張 怎麼按按按按怎麼都接不起來 他就有點受不了怪 哇 那我發現我們的招案的朋友們 他們用手機屏幕還內行 他就拿了然後到處就說 我換照相我換什麼 他真的可以很快的運用到 雖然不會用到很多的功能 可是他還是可以玩 玩game 玩什麼 玩照相 我就發現 我還會用手機 我現在還沒有用智慧型手機 然後我們現在也在用溝通的 用iPad去讓他們做 也有很多信他沒有辦法用口語表達 若是口語表達沒那麼好的 他就學習怎麼用iPad下載 在iPad的軟體 然後教他們去做這樣功能 那我覺得現在是比較有做這樣的 就是在那個連接上面 可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有時候還是會覺得說 應該覺得真的是 怎麼樣去用到通用的概念 我們常常就說通用 包括無家愛的設計 不是只是for 那個生性加倍 就是生性加倍 而是為了大家 譬如有無家愛的環節 它其實不只是生性加倍 小baby也需要用 輪 那個手推著輪 那個推著娃娃車也需要用 那另外除了通用之外 怎麼去針對 有一些特別特別的需求再加進去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謝謝 先生啦 先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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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那前一段時間也就是人最大的電影名字 也扣來臺灣的學生 在搭那個系列公司做出一個項目 那也當我在做出這一款就讓我 就要去做這一部分的QS 那其實我本來是想說會不會我在請教 是因為就是比較實際的 就是說買公司的這些業務的事情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說 在整個這一段 就剛剛剛好說到這些 常常說這個人生也可以 還有就是化業界的整個這一段 也確實要講 臺灣的 對 還有一些 在日本來講的話 表面我們的發展 基本上就是最大的電影公司 那我不曉得臺灣這邊 可能會後來我們再請教一下 看到他 他這次他們來也有去參觀他們的系列公司 那我想最後再請教一下 其實這個正好 我們說縱容一個小小的這個野心 其實我們做這個Digital Aging的這個方案 那目前也是有一個普通的研究計畫 我們的想法比較是建立這個平台 那希望說透過我們這樣的一個發想 那未來在座各位或者是產業界的 或者是其他的學校或是研發單位 那我們能夠通過這個平台 就像我們的風險社會 運政策研究中 也是一個平台 那我通過這個平台 我覺得是 因為整合真的需要平台 還有是不是我們傳統上 臺灣比較中小企業導向 所以大家沒有那個整合的能量 才會大家自己都做自己 但是現在在這個數位時代 你沒有整合 真的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沒有辦法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夠 善用我們所建構出來的 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要多交流 多分享 那我剛才想到說這個整合的概念 那這個是 我今天下午跟醫學院的學生上課 也是講到整合這兩個字寫起來也不難 然後大家也朗朗上口 這樣都講到很多都伸解了 可是真的這個整合還蠻困難的 就是它要拋掉我們原本很多習慣的領域感 然後要進入新的遊戲空間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在數位的時代 是不是更有契機嗎 還是更難 因為我覺得那個習慣 不知道心理學的對老師有什麼的想法 因為我們社工一系 就剛好在那個電子學院的立馬 那很多以前學生要做的功課就會來說 老師我們知道你是老人專家來問一下 他說給我們設計遊戲 所以他說老人跟我的差異是什麼 就是他走路要用那個助行器 所以我要在助行器上面設計一個電碗 然後就傻眼說 他這個走路都演技巧 什麼樣的電碗會 或者是行器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境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們 我們說這些男男學生們就是非常 對工程師我沒有準備生對 那他就是每天非常會設計電碗 然後設計什麼東西 那但是他的那個 我們今天要求他來設計一個老人的東西 好像太要求他over 太over了 包括他的那個平常生活跟經驗的範圍 太遠了 那我的很多學生很難進入老人的領域 是因為他的年齡啊 他的生活經驗 可能家裡還沒有牢牢 八十幾歲 那牢牢可能也才六十幾歲之類 他根本沒有辦法 好像老人這個人真的 其實對他來講 實在是跨了太遠一大步了 所以不知道在這個 使用者跟設計者 如何更能夠積極 這個我們就知道 那歐陽老師 我對這個業績本來是外行 但直接不進到就不想要 就是share一下 就是因為剛好以前我曾經在那個 電視中是在那個 做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再有一點可以回應 就是 一個就是那個 為什麼 等一下我再回應老師 剛剛講那個 Designment 跟那個 User 那我想要先查 就是那個 為什麼老人市場 這麼大的 一個 那個 卻沒有很多的進行 那其實就是說 大部分的開礦市場 就是最整個 就是 開業務整容 這樣子 他要看他的消費 那問題是 老人通常 不會被台財 第一個 是消費力最高的 因為通常他的這個 電子 都採用 或是他的牌子 或者是別人在送給他 就是對他們來說 就是老人 是一個這個 這個 延期採納 那除非是 還是消費力 有時候 會在這樣的一個 海岸 還在這樣的一個市場 比較不穩 那現在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 讓他們 更多的商人 更多的禮貝 這樣一個市場 的話 有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申請 好 讓這個政府 比方說 他會設計了某種 人質的環境 然後讓他 比方說 手機 變成一個 手機 的部分 就像拿一個 手機 也可以得到 政府的某種成果 這樣子 就可以給 這個 一定的 一些 讓他願意去 進入這個市場 所以這個東西 是要一個 配套的作用 尤其是 這個 Teliton 他是一個非常 引重 他的 人質的環境 這樣一個 非常地專心 所以這個配套 如果做好 這樣子的研究 那個研究 就會有種 影響 這是一個疑問 那班牙老師 講到那個 Design人的 user 那個量 對 就是 Design人都是年輕的 二十幾歲 那他怎麼可能會去 Design出來 九十幾歲的人 他需要的東西 跟他的生活方式的東西 就算他再高端都可能 但是 這就是因為我們的 現在的 Design的 範圍 也大部分都是 套到 我們還是用一個就是說 TOP 就是 我們不是一個 usery engagement 概念 就是 國安復的 RMD 他做的行動媒體 就是他的英國美證是 比方說 我在我這裡設計一個 灌掛一個 Open Follow 讓大家來慶念 你有八十歲的阿嬤也好 十歲的阿公也好 你總是知道 他更多 所有人都來辦系統 在 Priority 哪一些是可以做的 那問題就是說 我們很少這樣的 In Norwegian的 Open Follow 環境 讓我們再亂說這些點子 然後 maybe有些點子就是可以做的 實際上他就是 但是就是說 就我自己在 Telecom industry的環境 我都來了解說 他們的價格跟質疑 不由他們有那麼大的 一定有危險的空間 但是這個 這個品牌 它可以是放在哪一個學界 或者是哪一個環節來協助 或者是怎樣的一個 師傅們跟工夫們的工作 或者是怎樣的 來外掛出一個這樣的品牌 它會某種程度的協助 某種程度來說 剛剛講到分禮的那種 比如說 我們如果要找到 100年前的電影 或者90年前的黃莓調 或者是80年前的什麼東西 就是全部全部把它 這些 content 它全部都分 就像1歲到5歲 可以看什麼書 10歲到8歲 可以看到什麼書 一樣啊 你可以100歲到90歲 可以看什麼書 聽什麼音樂 它就會有它的 相窮的記憶 就可以聽過去 它就會比較有 全部人都死光啊 它沒辦法啊 但是它至少有它的那些 細菸的這些東西在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有啊 但是問題是哪一個聯繫公司 它有這樣大的成本 可以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有豐富 它能夠做一些整理 然後能夠配套 然後incentive 這些Industry來介入 它們就會有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老師講的那個手機 當扶具我覺得很大耶 那以後說 例如有那個回收扶具 我們現在有二手扶具 那以後就二手手機 要在座各位有辦法 幫我們開發一個二手手手機回收 那我們的那個 因為我覺得手機使用的很大的特性 就是它要新的 更好的 那個速度是也超過我們其他的商品 那個速度很快 所以可能回收應該價值還還還還 應該還蠻高的 對 就可以有換另外一T的人來使用這樣 不過我們沙龍真的就是希望大家 亂丟idea出來 然後我們的 我們的對跟呢 我們的對跟呢 那以後就會幫我們整理出來 然後提給我們的贊助的董事長聽聽看 說 我想說的應該就是我們贊助者 很想要看到的一個場景 就是大家辦提idea這樣 這樣比較由下而上 對 好 那就交給對跟 所以大家知道 我們在座有人 專門接收你們的idea這樣 請大家趕快辦提idea 好 剛才是 這邊 年輕的 我們上課講到的是一個 例如說 他要用電腦 但是 他不知道這個電腦 可以如何改善他的生活 所以例如說 就是要實際的跟他講這個科技能夠如何幫助他 例如說他就可以實際的呈現 例如說他是在鄉下的一個老人 他想要看到他在都市的孫子 那他就可以實際的操作這個視訊的軟體 讓他直接跟他的孫子互動 他就可以直接的感受到說 這個電腦真的可以幫助到他的生物 所以他才會想要用這個科技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重點 就是你現在提供了這個東西 那他可能不會用 或者是說他不知道要怎麼用 所以你就算提供了他其實也沒有什麼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點是 還有一個就是 例如說我媽 雖然她就是五十幾歲 快變成高齡了 然後例如說 他的 就是故鄉 然後例如說他的興趣是 就是興趣是種花 種盆栽 然後像我阿嬤也吃 我阿嬤就算高齡了 他喜歡種種花種菜 那例如說他就會想要知道說 甜菜燈到底要怎麼吃 但是他不知道要怎麼去 利用生活中的科技來得到這些資訊 那我媽例如說他想知道 某一種多肉植物應該怎麼種得比較好 或者是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還不知道 然後我就要幫他利用 例如說Google圖片 然後就去找說 這個東西就是那個東西 所以就可以知道他要怎麼種 可是我媽就會說 你幫我就好了 我下次也不會用 我也不會記得 就是我已經跟他講 這個東西可以這樣子用 但是他可能就是 還是有一段距離說 他真的要來接觸使用科技 所以我覺得這個動機的問題 是有點重要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剛剛是講到內容 動機面 我還有一個就是自己 親身體會的 智慧產品的硬體面 就是 例如說看HTC 他Embob的發表 他會一直強調他薄嗎 或是他螢幕變大 或是相機的功能 變得很強 可是我現在很少看到手機 他強調的重點 是他防摔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高齡社會 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因為不要說老人 像我自己 本來是手機兩個禮拜 就把他螢幕給摔爛了 然後所以 所以手機雖然現在變得比較中低價 可是他進入的成分還是高 那萬一他雖然方便使用事業回事 但他可不可以比較耐用 就是另外一回事 以前的手機都比較耐用 那你現在螢幕越做越大 越做越爆 雖然很耐刮的康寧玻璃 但是一摔也就爛掉了 所以就是提供給工程師 這個硬體方面的設計 就是這樣 衰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提供工程師 可以先回答一下這個嗎 最近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趨勢 無地貼金剛 無地貼金剛 沒有 基本上 我是做軟體的步驟 沒有問到這個地方 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我想 這個玻璃的問題 不是只有做無動車手機 還是 所以我現在使用大便板的手機 其實都會要得很 因為 這個玻璃如果會碎裂 其實是 因為可能地板的一些接觸面 接觸角度 如果老師說這個玻璃 可能只要有一個頂吃下去 它可能就是 變蜘蛛網 就是 我們自己使用習慣 就是 像我個人 我就會加一個 比較軟的一些保護套 什麼之類的 但它如果落地的時候 不要是直接 打到體驗上 好 那它也許 它的受力就可以了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做一些 防護的 不然像老師 他們都會用一些手機刻啊 那我其實也是可以防死的 那通常有時候 以前 拿到手機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也不會裝可 就是可以幫我們 刮來刮去 之類的 也是很常有的事情 只是用久的時候 就覺得 是時候我們每次都刮這麼 一起打到 後來我才會想要 做這樣的事情 那 這個 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說你說 電版的 好 以後要越來越防摔 也許未來的科技 會 它會帶著上面的強度更好 也許不一定 但是 其實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它 越來越好 越來越 耐摔 那現在其實就有人 就有人強調說 現在手機這樣 你直接這樣丟下去 其實不會破 因為這樣子的接觸 變多 不會死 所以它基本上 已經算是 耐摔了 但是 只是你如果再破 油路面上 你就不敢保證 因為那個有太多的尖銳面 只有可能會搞自信 手機又壞掉了 這樣 好 又想到一個idea 我覺得好像我們需要 成立手機支持團體 哈哈 那我們這個 新的手機使用者 或科技使用者 或科技支持團體 那 以後說明會很好 以後工程師可以來 帶支持團體 可能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這個 所學的通識課程 終於有一天 有用的機會 好 剛才這位同伴 是